哈喽,我是Peggy 哈喽,大家好,我是Dianne 又到推剧时间 Dianne,我们两个人 应该,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一部泰剧,泰府 对,最近非常红的 红到半边天,红到不可思议 对,我们不介绍都不行的那一种 对,而且也让我们两个很少在看泰剧的人 就是终于来看了 然后看完也还蛮喜欢的,对不对 对,其实那一部戏叫做 黑帮少爷爱上我 但是因为本人跟Dianne 我们两个真的对泰剧不胜了解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个 比我们高一等级 我不知道她是几年级 等一下你们如果讲完以后来 再来评办她是几年级 但我跟Dianne是悠悠班啦 对,我们都悠悠班 好,我们来欢迎一下Mika 大家好,我是Mika Mika 要这样子比的话,我应该小学三年级吧 那还是比我们高很多级啊 对啊,我上一次看 你什么时候看的,Peggy 我就是那个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啊 还有千辛传说 你也算蛮近代的耶 就只有这两部 我跟你讲,我真的时代已久远 我上一次看泰剧已经是 一年生跟竹岳之月第一代的那个时候 哦,那个那一阵子 这两部片也是蛮多人在讨论的 对,那时候泰剧才刚起步啊 所以你看距离这中间间隔多久 所以我们是悠悠班 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 那Mika呢 我的入坑其实蛮晚的 我第一次开始看待剧的入坑剧 是最后爱上你 所以其实像一年生啊 竹岳之月 其实我之前我都没看过 我是因为最后爱上你入坑之后 就从此以后跨入太剧 太浮坑 然后就把所有的剧都全部 就是把它追完 所以虽然说是小学三年级 但其实我入坑的比较晚 只是追的比较快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她是不是等级真的蛮高的 搞不好是高中或大学 基本上我今天就是爱听故事的 我也是 我超期待的 因为我们真的对泰剧太不了解了 所以有请到Mika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简介一下 是不爆雷的简介 这部戏啊 其实就是讲的是一个调酒师的Porsche Porsche的那个发音 其实就是宝石节的发音嘛 那个调酒师Porsche 被迫成为一个黑帮大家族的保镖 那里面的二少爷King 从一开始是相看两相眼 互相不对叛 然后中间一堆过程 以后到相知相惜的爱情故事 那故事情节其实穿插着黑道的火拼 还有相眼刺激 尺度很高的激情画面 在辅剧上我觉得应该是蛮难得一见的 那除了主CP以外 另外两队的副CP 其实也是非常有可看性 那非常的精彩 还有它的剧本《峰回入转》 我常常都会突然 呃 揪一下这样子 拍摄的格局也是在辅剧里面前所未有 请大家真的真的一定要来看 那它的现在的收看平台就是爱奇艺 那如果有我们请大家支持正版 如果你想要看这部戏的话 请在爱奇艺上收看 对啊 因为爱奇艺可以看到一刀未剪版本 香辣 香辣四集 香烟酒家的床戏 都在爱奇艺 大家赶快去看 对 不会被卡肉 那我们现在开始要爆雷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 麻烦去爱奇艺看完以后 再来听我们的podcast了 那爆雷 我要先讲一下 这部戏的优点 米卡 你觉得它的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戏的优点最一开始就是它的画面 它的画面非常的优美 第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根本就是一部电影 它有电影的质感 跟我们一般之前 当然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 也是画面非常漂亮的一部 台幅 画面很有电影的质感 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吗 就整个就是被它吸引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画面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演技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一看的地方 讲到那个画面啊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算看港剧长大的 香港电影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些些港剧的黑社会的那种感觉 存在 例如英雄本色跟无尖道 那里面的打戏啊 还有什么 那个运镜 我觉得完全就是港片的复制品 我觉得导演是不是 小时候也是看港剧长大的 或是它里面的喜剧也有很多的是 港剧般的那种无厘头 例如周星驰啊 王金之类的 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是 嗯 蛮优秀的 因为香港电影现在已经很少有拍这种动作片了 在泰剧 而且是在BL剧上面看到 我也觉得很讶异欸 嗯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非常的惊艳 因为它第一集就有出现很火爆的那个武打戏 然后是在一个地下道 就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空间 它做出很漂亮的场面调度 而且还有飞车 就是摩托车的飞车追逐 然后枪械的火拼 我觉得它武打戏就像吴宇森 你看你刚刚讲的 对 英雄本色 然后喜剧像王金的色彩 就是那种很无厘头 然后又带点黄色的那种幽默 然后我觉得它的光影色调 非常的像王家卫 比如说像重庆森林啊 堕落天使啊 或者是大家熟悉的春光乍现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如果在看这部剧的话 应该会发现 就是导演利用非常多的镜像反射 那这个镜像反射拍摄的手法 就非常像关锦森导演的 那关锦森导演可能大家比较 有些人比较陌生 关锦森导演是蓝宇的导演 那如果在看蓝宇的话 就会发现他非常擅长 用镜像反射的原理来拍摄 来表达人物的心情写照 那我在看黑道的时候 我也觉得哇真的超像的 所以就像你们讲的 其实他在看的时候 就是很像在看一部港剧 几乎是香港电影 而且他的摄影团队 好像是拍过Call Me By Your Name 对 就是有去查过 他们的灯光摄影团队 是有拍过Call Me By Your Name 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的这部电影 还有就是Netflix有一部泰剧 蛮有名的 就是转学来的女学生 也是他们制作的 就这个摄影团队 他们制作了蛮多高品质的 电视跟电影 所以他们这个剧组 我觉得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团队 我觉得其实现在在亚洲 好像很少有影集 也是这种等级 BL剧啦BL剧 比较少 对以BL剧来讲 这样子的等级比较少见 真的 好像大部分是韩剧 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那种格局 可能是武打片 如果以BL剧来讲 以前大家都认为 它是小成本的影集 对而且他们的那种火拼的场面 真的是毫不马虎 对啊 好厉害哦 而且有很多的爆破场景 我觉得做的真的还蛮好的 而且还大量启用空拍 嗯 对 我觉得空拍真的是把那个 这部剧整个拉出一个新高度 比如说像森林啊 而且他们的剧都是石井 例如说他们要在船上 他们就去船上拍 他们去森林 他们就真的到森林 拉去拍外景 那个森林我有点讶异 我因为如果你们没有跟我讲是石井 我一直以为是CG 因为它中间有一些空拍的画面 是一个悬崖 一个边是海 一边是悬崖 我想说这画面也太美 这个可能只有CG做出来 就没想到竟然是真实的 我会蛮讶异的 我觉得这个团队 因为它画面美到不像真的 真的 对 这就可以知道 市井拍摄在外加 非常专业的灯光摄影团队 这画面真是像电影一样 所以其实这部戏的 我觉得它的成本应该不少哦 所以听说爱奇艺是投资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多少钱了 2000万吗 2000还4000万那样子 人民币 哇塞 是人民币哦 应该是人民币吧 我不知道 因为我那天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去研究大币 2000万泰币吗 这个感觉没有多少钱 反正爱奇艺花了很多钱 而且这一次所有的删减版 好像都只有在爱奇艺上看得到 对 还有一些那个reaction也是只有爱奇艺看得到 然后泰国那边是不是电视上面可以看到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没有 是三简版的 幼儿版啊 幼儿版 就是我们幼儿版看的吗 幼儿版看的三简版 我不能看 因为它是18斤 这部戏是爱奇艺首部泰剧原创系列 所以它以前都没有投资过 对 以前没有投资过泰剧 这一次真的非常的成功 它就是加了大手笔很成功 听说他们这一季的那个营收非常的惊人 哦 真的 我要去买爱奇艺的股票 有吗 所以说就是你只要用心拍好一部剧的话 你一定会有回报的 这一季的营收大部分都是来自黑帮的会员 哇 这感觉很像Netflix就是靠那个游与游戏 我们两个也因为黑帮就去加了爱奇艺的会员啊 是 我们以前从来不加的 对 我们两个第一次加爱奇艺耶 真的耶 感觉好像秀到了那个股票会大转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爱奇艺非常有眼光 因为这部戏它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在2020年的10月它就开始演员海选 然后到1月它就推出第一版的预告 其实那时候第一版预告的时候 就已经有非常多激情的大尺度的床戏的预告 所以就激起了每一个人的好奇心 对 好奇心跟期待 那个时候那个第一版预告其实就已经很火爆了 在一周内就已经突破百万人次的点阅率 但是后来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造成拍摄延宕 然后整个剧就 就等于是中途就瓦解了 就没有办法再拍下去了 结果后来是找了新的剧组 新的导演 然后去找了爱奇艺投资 然后才到了 隔了一年后才又有新的版本出来 又有新的预告 然后新的整个完全是新的剧组 所以我觉得爱奇艺真的非常有眼光 所以这样是要感谢疫情了 让他换导演 感谢疫情 对 如果你去比较第一版跟第二版的预告 你就会发现它是有值得飞跃 其实应该是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发想 这部戏到底要怎么拍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时间可以沉淀 结果现在在呈现出来的作品 真的是非常的有看头 真的 所以爱奇艺也很有眼光 对 真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一直觉得 以前我认为一部戏大概演员不要太多 因为会让我觉得很杂乱 可是没想到这部戏竟然端出了16个帅哥 16个天菜 就是你在吃大菜你知道吗 你总有一个会中你的口味吧 宴会菜 对啊 抉择困难我都不知道要看谁 任君选择 对 我自己承认啦 因为如果我不看 就是如果没有看剧情或什么的话 里面16帅最适合我 就是我最想吃的菜是那一个眼镜 戴眼镜的保镖 戴眼镜的保镖 他叫阿安 那因为他 我一直被他杀到是因为我觉得眼镜 就有鬼畜眼镜的感觉 结果没想到他在吧台的时候 把眼镜拿起来 我不知道他戴着还是没戴 反正他就是把衣服脱了 他脱了 身材之好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非常有反差感 就是那种啊 脱衣有 脱衣那个 穿衣选瘦 脱衣有肉 而且他真的很可爱 就是理工男的感觉 所以后面的一些什么电脑 对啊 什么都是他 他是电脑天才不是吗 所以我 他是我的菜 那 大家呢 我喜欢第一个登场的保镖 阿兵 对我喜欢阿兵 其实他真的也蛮帅 看起来就是坏坏的 而且他的眉毛还就是剃掉一脚 对 然后又绑那个半头 有没有 然后就是 而且他在前面就是 就是一直在疯狂在吃那个男主角的醋啊 其实我 因为可能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当初没有 没有想到说 他其实对于King少爷 是有爱慕之情的 你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开始要去回去看一下 你必须回去看 他其实前面超吃醋的 然后而且这件事有被三少爷发现 对 还有很多蛛丝马鸡 没有错 哇 那我真的要回去回报一下 而且他们俩是 他跟少爷是青梅竹马 这是在小说里面的那个吗 还是 没有啊 剧就有讲到啊 好 他参与了少爷的前一段爱恋 少爷的前一段爱恋是发生在学生时代啊 对对对 这样不就是青梅竹马吗 是他跟着少爷跟了很久 感觉好像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支线 对啊 可是他领便当了 天哪 我那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涕 对 那米卡呢 我觉得我比较花心耶 我就是看了一个 16个都想去 就是少爷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哇 少爷好帅哦 然后保时捷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哇 保时捷怎么这么好看 就是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闪光点 所以每一个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 这个也好看 哇这个也好帅 觉得16个等等的各有 16个少爷里面有包括江先生的保镖吗 我觉得他也很帅 他也很帅 我是觉得这部戏真的很厉害的是 他把所有bill的元素 你喜欢的类型种类 例如你喜欢纯情的就有三少 你喜欢黑道与少爷的 保镖的就是主CP 然后再来就是纯情恋爱的校园故事 又有那个三少 三少爷 真的觉得你 我想这部戏应该很少找不到你自己的菜吧 嗯 我觉得是 而且比如说你喜欢可爱型的男生 那你一定会喜欢那个啊 破车啊 对啊 为什么那么可爱 让人家很想保护他 而且他是里面唯一最纯情的人耶 他好像还不能看这部戏 因为这部戏是十八镜 他年纪太小了 演员本人未成年 难怪他都没有办法演激情 或是脱衣服 可惜 他没有办法就是演 就是看自己演的戏 就蛮有趣的 连三少要跟他表达感情 只能亲脸颊 好纯情哦 没关系 第二季他已经十八了 我可以期待一下吗 可以可以 麻烦第三季不要再让他们这一对 就是成为那个BGM的那个工具 那我要讲一下 十六个菜里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叫天坤少爷 他真的一出场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有SPA LIGHT在他身上的人 他是Superstar吧 就是身上很多毛啊 他一出场就抓住所有人的目光 他的服装都很华丽耶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美术道具组 真的超厉害的 上哪找这么多特别的衣服啊 我觉得他那个是要登台的啦 但是我每次看他登场 我都想说你不热吗 在泰国能够穿成像他那样子 对 他家冷气要开多强 不愧是大少爷 不过他就是一个调剂整个剧情的一个关键人物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 我觉得他有好多那种情感很善良的地方 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啊 对啊 而且他也是剧里面的智慧型担当 他常常把观众想要讲的话讲出来 就是有时候有些bug 或是有些地方你觉得不合理的 他都会出来质疑说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大家就说 哦 没错 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Pit不见这件事情 他是唯一发现的人 对 我那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少爷你一直在那边谈恋爱 你忘了Pit吗 对 结果就是天坤第一个提出质疑的 可是其实就是很爽 他讲出来的时候 我说对 敢不敢把Pit救出来 这时候很矛盾 又不希望Pit被救 我想要他们一直在一起 对 想要看VP线 可是又觉得他一直这样子 困在那边也很可怜 所以大少爷讲出来还是挺开心的 对 其实这部戏 大家可以就是还肥厌兽 然后你想要怎样都可以选 真的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大的优点 因为已经打破我以前觉得角色过多 我会不喜欢的感觉 可是没想到其他配角 都还有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所以这部戏真的算蛮成功的咯 没错 那再来就是名场面 我们有一贯的态度就是 我们要选一个名场面 那我的名场面就是 King跟Porsh的第六集 森林戏 这里真的是让我痛哭流涕 因为我觉得 他的剧情就是一直层层堆叠 然后就到最后又反转 这真的蛮精彩的 我也是投给森林的戏 尤其是那个他们那个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个空拍景 一边是海一边是悬崖 然后他们在中央的主干道 然后也有一台破车 我觉得那个画面有点像那种 我们在看好莱坞的那种 公路电影那种感觉 就两个亡命之徒在荒野求生 我觉得那一幕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这一个场景啊 其实是他们两个人的情感 增温 没有错 最主要 而且互相知道对方的心意 最重要的场景 所以我一直觉得 而且我不知道啊 里面有一些台词啊 例如他们会互相讲出自己的心事 例如说Porsh他想要开一间 自己开咖啡厅 只想卖自己想喝的东西 然后King说他想要当歌手 我想说哎 我那时候真是歪腰 我也歪腰 我想说哎 这个答案太突然咯 而且你会唱歌吗 哎我不知道King他本人 就是卖哦 我无法想像少爷在那边唱跳哎 我现在期待他们线上演唱会 会不会就来一个唱跳好了 而且少爷还得奖了呢 对 依然他有讲说 可能是他爸爸卖的 没有我觉得那个很棒 还有就是后面 我觉得很感人的是 那个手铐之段 喜 因为手铐不是就是 Porsh为了他 就是故意输给了King 然后想要把自己的手割掉 我觉得那里真的是 情感非常的丰富 可是我想说他是认真的耶 他是认真 因为他们猜拳 他就故意慢出 对啊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一个人 就是没有把手铐打开的话 他们就可能会死在那边 所以他为了要让少爷活下来 他就是宁愿牺牲自己的手哎 结果没想到反转了 King 换个角度想 我后来又换个角度想 如果他的手没了 那少爷就真的要对他负责一辈子 少爷想说 我可以不用歌手 也可以负责他一辈子 为什么要选一个这么悲伤的 结果他就用那个刀子把他打开了 所以他那时候才会把刀子拿出来解锁 可是那个 那个是真的 我的情绪在里面 我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我还在上一幕的情绪是 Porsh竟然要为了他歌手了 结果没想到下一秒 King已经打开了 然后 对 整个情绪就反转了 对 然后反转以后他又带他出去 然后又放他走 因为他后面不是有一段 那时候他要放他走 然后去过他的生活 就又整个就是 两个人互相为对方 然后那个感情真的一直在堆叠 我很感动的是他要放他走的时候 是 就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所以你才希望他自由 所以他就放他走 结果到最后Porsh回头给少爷的那个亲吻 我觉得哇 真的那一刻真的很感动 而且后面还替他挡了一枪 所以就是你不觉得就是这个森林戏 所有的东西就是 如果你不要看这14集 只是把它看一个森林戏 刚刚当有微电影 我觉得他是每一秒都在高潮起伏 就是让你都觉得意想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电影的那个画面 剧情 还有两个人情感的堆叠 是整部戏里面我觉得最完整的 对 我看到 整部戏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第6集 我就觉得天哪 这部戏实在是太好看了 就他整个情感堆叠跟他的画面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我个人很喜欢这一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在森林里面 某个程度上就是与世隔绝嘛 那所以少爷可以放下他少爷的身份 那Porsh也就不再是他的保镖 两个的关系可以变得比较平等 比较不再是像之前那种比较对立 或者是比较一上一下的那个状态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 就是两个人就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想的梦想 所以少爷就给了一个大家很意外的答案 然后保时姐说我想要去海边就是卖酒 那我就觉得那一段就是除了浪漫又唯美 也会让你觉得 哦 他们两个终于有心灵上的交流了 而且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后来Poche的那个离别之吻 我觉得那应该是全剧 他们两个唯一一个不带欲望的吻 是那个吻是非常的纯粹的 就是很纯 就是富足感情的那种 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吻 所以我非常喜欢森林的戏 尤其是那个空拍镜头 我真的觉得哇 我真的好会选 到底怎么找到那个镜的 所以我那时候第六集觉得叹为观止 但是第六集以后开始 突然变得很欢快 就变王金的电影 对 变得很欢快 前面是王家卫 后面变王金 对 简介师被遗留在森林里了吗 对 因为他可能 我觉得可能因为商业考量 所以他有很多的戏就用了置入 那因为对我们又又 太福又又班的答案跟我 很不习惯这种置入疯狂加入进去 一开始就有点想说 蛤 怎么又来 什么精油棒啊 面包啊 面包是最离谱的吧 对 因为他 他还连成分怎么发酵那些都讲出来 他还为了他做了一个闯戏 就是面包是软的 但我硬了 之类的 我当下真的傻眼 我想说 哇 这一定是最大金主 其实蛮可爱的 但是就是 很不习惯那个面包变成了那个 就是他们调情的工具 而且后来那个屁的不是端那个 就是他们两床戏完 然后屁的不是端早餐进来 又是那个面包 我一定要去了解 一条面包是卖很贵 可以这样投资 对啊 我想说他一定是最大的投资商 不过好像这个 吐司面包好像蛮多粉丝真的想要买 有啦 我看完之后我也挺想吃的 而且他感觉口味非常多 他每次端进来口味看起来都不一样啊 他里面其实置入的东西非常的多耶 我觉得什么气死片啊 热水气啊 气死片真的也很夸张 可是老实说 他算是高明的置入 只有一两个我觉得可能真的很突兀 但是我可以接受 因为毕竟我觉得剧组可能就是要拍 要有一点经费嘛 但是因为我不太能习惯这样子疯狂啦 但是我知道美卡有跟我讲过 所以以太府圈来讲 他算小case 就是因为太府很习惯就是在拍剧的时候 中间会置入广告 因为这是他们的经费来源 但是Kim Porsche 黑帮少爷这部剧呢 我觉得他的置入广告我觉得都拍得蛮好的 大部分都非常的自然 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我觉得唯一可以说是比较突兀的 应该是从直升机下来的那个鼻童吧 突然之间就要用鼻童 你说嗯 上在鼻童上怎么了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也很厉害吗 他们海陆空都有了 真的 床戏的部分 床戏的部分海陆空全部都有 所以你不觉得Kim跟Porsh 就是把所有你可以想象到的床戏都拍完了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妇女有一些人会觉得说 你都把我想要想象的部分全都补完了 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 海陆空都有耶 真的啊 用手的用嘴的 还有啊 用三小泳池的都有啊 泳池啊飞机啊 然后在那个路上 你在床上啊那些的 全都包了 全都包了 还有什么招式 而且什么打手枪也都有了 打手枪也有啊 下药也有了 请问你还有什么床戏是可以演的 大家如果有讨论的话可以再来 想一想 好像已经没有了 他们已经设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 真的真的太标准了 那其实他里面还有一些 我觉得经典超短啦 是之前米卡有跟我讨论过 我这 因为我本身不认识 就是没有看过汤姆克伍斯的那一部戏 嗯 他叫什么我已经 反正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汤姆克伍斯穿白衬衫 然后内裤 穿白袜子的画面 其实你去搜寻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Porsh在里面 就是他色又King的时候 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 然后做了同样的经典画面 我觉得真的一模一样 他真的在向汤姆克伍斯致敬 那段应该是最明显的吧 致敬环节 对致敬环节蛮明显的 因为汤姆克伍斯 他那个穿着衬衫 内裤白袜子跳舞 就是一个经典的画面 所以其实如果有看过 那部电影的话 你一看到Porsh这样跳出来 你就觉得哇 这个画面完全就是复制 汤姆克伍斯的 那个跳舞的画面 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我要讲一下 我觉得Porsh 他穿白内裤 不会让我觉得肮脏 他真的穿白内裤 好适合 他有好多的镜头 都是穿着白内裤 他好像常常穿白内裤 对因为我觉得King都是穿黑 对King是黑的 那那个 你不觉得有那种色情感 可能就是 他又穿白袜子 我相信很多同志朋友 应该蛮习惯的 然后白衬衫 对 而且不要忘了到最后 King少爷是 把他捏着他的屁股 让他做其成枝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白内裤 真的非常适合 就是在Ped前面 然后要坐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也有发现 想说你们都不用管Ped 所以你看 而且Ped也太醉了吧 既然这样子都没有醒 我觉得 他应该不敢醒 就算不小心醒了 也要装水 偷听偷看 想说眼前的画面太美好了 我不要错过 其实他里面的创戏 真的很多很经典 明场面我们也讲不完 真的太多了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们主事局 那一张海报的创戏 那跟那个世界名画 根本是一样的啊 对 那是那个 两个手这样子 对啊 交叠 交叠的那一张 就是他们的主事局海报 创世纪 不是 那叫创作 创造亚当吧 创造亚当 是米开朗基罗的壁画 然后我就想说 哇 他们 有 对 我看到那一部的 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想说 通常正常人做完爱 不会这样做 所以你们应该是在模仿 没有错 太唯美了 大家可以去Google 就是米开朗基罗的 而且我还记得 创造亚当 Posh穿的白内裤 又是白内裤 对 而且他们两个是 姿势是 就是一左一右 然后对望 然后手指交错 这样子 就跟那个世界 名画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们说 他到底还有什么床戏 是我们想象不到 没有演的 欢迎大家底下留言 还有什么招式提供一下 我觉得导演 在第二季 要再创造 更经典的床戏 他要花很多的脑力 因为我觉得 他该演的都演了 可能要去跳伞了 会捡水 天哪 导演加油 其实 他们两个人 其实这部戏里面 还有一些 我觉得很娱乐 很快乐的桥段 例如他们会讲 情色上面的话 我就觉得 我的枪不止一个弹夹 这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有另外一个弹夹 可是你得亲自试用 另外 打个三四法之类的 还有 Peter问了Posh说 你昨天被少爷 修理得很惨吗 然后Posh就说 对 脚都烂 还在抖 还在抖 然后Peter就给他一个 同情的眼光 我觉得最好笑 然后每个人都说 Posh都被修理好惨 好可怜 但是我看到那段时候 我整个大爆笑 因为就是Peter不是对他讲说 就是有这种同情的眼光 我就很想跟他讲说 Peter你知道你未来 也会比他更赞吗 我当下真的是这样子想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就是爬棉被 边爬 然后爬到棉被里面 咬着面包 他说都不硬了 我以为你要说他放屁那一段 放屁那一段也可以 我觉得放屁那一段 非常的家居 我觉得如果 就是一般的情侣 或是夫妻 会对那段非常有感觉 对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连 在最后一集的时候 都还要说 就是我有一个被用枪 然后King就去抓 他的那个 鸡鸡 然后我想说 天哪 虽然只有一秒 但是还有蛮好笑的 就是在那个 枪战那边啊 就突然来一发 黄色笑话 就瞬间有点 我觉得Porsh跟 那个King的导演 真的很喜欢 把他们加出一些 黄色笑话 但是我有时候 真的会会心理笑 例如他还有在 煮蛋的时候 他说 别小看我煮的蛋 类似这个意思 他就说 别小看我的蛋 我的蛋也很不错 不然Porsh会喜欢吗 那我想说 天哪 你所有的台词 跟黄色有点 沾上一点边 其实真的很像男孩子 讲干话 有时候他们会一直这样说 所以其实他们两个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两个 互撩的方式 是 他们两个其实有点像 兄弟 其实兄弟 就是你跟 我觉得两个男孩子的兄弟 交 就是聊天 然后什么的时候 博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那当然是兄弟就变成是爱情 那只是他们还是用了一些兄弟的方法 例如他们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武打戏什么的 都势均力 我觉得他们就非常的代表强强 对他们是强强的代表 对啊 真的 我觉得 这个应该算是很成功的强攻强授吧 对他这一部很成功 而且他们两个的武术战斗力 好像没有谁 就是谁比较弱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势均力敌 从他们在船上 第一次他们两个就是打斗的时候 你就很明显可以发现 少爷的打斗是比较正式的 没错 他受过正式的训练 可是Porsche可以直接来阴的 我直接抓你下面 或者是我直接掐你的 掐你的脸等等的 就是他可以用一些 比较流氓地皮的方式去跟他打斗 就符合他的人设 对 但是到最后结果两个人是势均力敌 Porsche就是八加九啊 如果我要以台湾赛地话来讲 他就是八加九个性 然后少爷就是那种好像有点 我觉得有点 震惊科班出身的 对对对 那种比较高 有点人家讲说比较高级的少爷 就是黑道那种的 所以他们两个这样子有反差感 可是他们又势均力敌 亦敌亦友亦友爱人 就觉得这个人设真的是很不错哦 那再来是讲三少 你们觉得三少CP 他们就是BGM的工具人啊 BGM的担当 就是只要一出现就开始MV 对就开始唱歌 但这一部戏的歌都很好听啊 因为三少他本身是一个歌手 他是华纳旗下的 就是签约华纳的歌手 然后Porture他也是歌手 所以他们在为这部戏 就是都有唱了主题 就是唱了一些插曲 然后也有发行MV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他们在这部戏里面 有很多他们的音乐担当 BGM担当我觉得又是一次这个原因 那就是觉得剧组非常厉害 因为他们两个就可以完全展现他们的才华 在线上演唱会 对不对 而且他们在剧中就已经有在弹吉他 唱歌 做曲啊等等的 就有表现他们这一方面的才能 剧组的他有两个哭戏 其实我蛮感人的 因为以他17岁的年纪 他可以把哭戏哭这么好 我觉得他是不是第一次演戏啊 对 这部戏里面有很多人都第一次演戏 像Kim少爷他也是第一次演戏 像那个Vegas他也是第一次演戏 然后Porture也是第一次演戏 对Porture是 然后三少有演过其他的戏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很厉害就是 这么多第一次演戏的人 新人把他聚集在一起 可是演技都这么的好 真的 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出戏 其实因为我们 我根本就没有去研究 他们到底是不是第一次演戏 我都只觉得他们演得很好 就觉得你们都是天才吗 为什么第一次演戏都演得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很想要知道 导演到底怎么叼他们的 或是他们用的是方法派 还是什么派 就是让他们掏心掏肺 我有看到那个花絮 是有人说Porture是不是 哭到他完全无法自己 对 我觉得Porture他都哭到崩溃 其实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觉得小弟弟Porture 他的演技还是有一点深色 可是你看到后来的时候 你就会很明显看得到 他的演技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部戏 没有什么短板 就是在演技这方面 真的 而且听说 米卡你之前有跟我讲说 小说的原 就是King这个角色的原型 是Mile 对 就是作者他自己 自己讲出来说 其实他当初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 他是因为看到 King少爷 他这个本人 Mile 他有一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从跑车上下车 然后被记者抓拍的一个画面 作者就觉得 哇 好帅哦 好贵气 我打个插 那台跑车是Porture吗 所以他要做Porture 没错 这个又是一个人 是说不定哦 应该去研究一下 我觉得我要夸奖你 这是我今天 有可能哦 不然为什么他叫 为什么他名字 他取名叫Porture 对 很有可能 是不是 可可把他记下来 有没有人遇到导演的时候 问一下 问作者 问作者 对对对 这才是Porture 真的太夸张了 他就看到那个新文化 那个照片 他就觉得 哇 这个非常贵气 然后又很有少爷的feu 于是他就发想了 黑帮少爷的 以这个角色为 就是以黑帮为背景的这个角色 然后就写了这个小说 可是我觉得King啊 我不知道他师父是不是都这样 他真的都不扣好 他跟Porture两个人 衣服都是开 不拒的男生有人扣好扣子吗 就是他们可以不要扣子啊 他们都开到肚脊 他们的标配 就是上面三颗不能扣啊 扣子扣到上面是犯法的 就是扣子是以那个要露点为主 就是乳头要露出来嘛 他们上面三颗就是不扣 然后如果你身材更好 就越往下 对 然后普通的大概就是三颗 然后身材越好再四颗 更好的五颗 因为其实我不是那么肉欲的人 但我真的有时候会看到 他们身材 就会不自觉的看到身材 对因为他们那个胸肌 就是若隐若现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King的胸部 真的好大哦 就觉得很垮 他们真的练得非常好 真的 所以他们前期训练 应该也包含了身材吧 每个身材都很好 没有有一个不好啊 不要这样 不是不好 不是不好 我要道歉 他应该是说 因为他没有像其他人那么好 但他有胸 而且他手臂也有线条 我们要讲的是谁 我们昨天在研究就是说 我们觉得里面身材 最没有那么 有看头的 应该是 Peat 其实他还有没有看头的 只是没脱啦 有脱的里面 大概就是Peat的身材 可是你不要这样讲 我觉得他胸部 还是有的 他有胸部啊 他应该有beat cup之类的 有有有 而且他手臂有线条啊 其实他只是说没有腹肌啊 但是人家有美腿啊 他腿真的很美 而且他重点是 他有很重要的戏 他就是都没有穿裤子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盯着他的腿看 然后我想说 这样也对啊 如果Vegas这样还受得了 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其实这部戏 他们就是 因为前制作业非常的长 所以他们除了有演技训练之外 他们还有去做拳击训练 武打训练 他们其实对他们的体态啊 都非常的要求 而且他们是不是还有去玩那什么生存游戏啊 就是争枪实弹在那边打 但是那个生存游戏都比较像是联络感情 就是他们剧组就是感情非常好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像那个King少爷麦有讲说 当初他为什么会接这部戏是 他其实有收到蛮多的邀请 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演BL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想要教少爷演BL 因为他就很适合 但是他说他看了一些剧本 他收到了一些邀约 但是他都觉得不适合他 他没有兴趣 可是当他收到了黑帮少爷的这个剧本的时候 他看了之后就觉得 这个剧本很有趣 因为他的背景是黑帮比较少见的设定 然后再加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有跟他讲说 其实这部小说是以他为原型发想的 所以他看了剧本之后 他觉得这个是他想要拍的戏 于是这就是为什么他第一次接演BL 就是黑帮少爷 而且整部戏应该要感谢他 因为听说资金的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戏原本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个金主撤职嘛 所以原本已经快要拍不下去了 但是因为迈就是King少爷本身 他其实很喜欢这部戏 他也希望这部戏能够拍得成 所以于是他就去找了导演 P-Bone 就是跟他讲说 这部剧遇到的一些困难 然后那个P-Bone导演看了剧本之后 就觉得这剧本非常的有趣 所以于是又去找了他的学妹 那个一个女导演 Pepsi 然后Pepsi又去找了他的资深的学长导演 那个Kong 然后到最后就是三个导演 一起研究之后觉得这部戏可以拍 然后那个Mile 就是King 他本来就是一个少爷嘛 所以他其实为了这部戏付出很多 他也去拉了一些赞助 然后P-Bone就是导演也 就是为这部戏拉了一些赞助 然后也去找一些平台投资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King少爷 有King少爷的付出 然后跟他的去拉的赞助 所以这部戏才能够呈现给大家 本人还要下海还要出钱 对 他还要下海 他还要露他身 让他完美的身材 他那个第一次跟Posh两个人 让我们一起模拌 我们要谢谢King少爷 谢谢King少爷 促成了这部剧 因为他其实露的屁股 没有Posh多 但是我唯一一个可以把他看到的 他屁股就是第一次下药的时候 第一场床戏啊 对 下药的那个床戏 哇 那个屁股真不错 我们感谢King少爷的付出 我发现这部戏就是 只要有床戏的部分 不管是谁都会露屁股 都有那种背面全裸的那个画面 是不是导演特别喜欢屁股 我也蛮喜欢屁股的 因为他们之前导演有一个访谈 他们三位导演访谈说 他们在做这部剧的时候 P-Bone他制作人 他是基本上床戏都是他负责 然后大场面啊 武打啊 就是等等剧情的是 由最资深的导演控负责 因为他拍了十几部泰剧 很多都是动作片 然后有关于感情的递进啊 等等就是由女导演 Pepsi负责 所以我们看到的床戏 基本上都是P-Bone拍的 而且听说他们床戏 是完全清场 对 完全清场 只有P-Bone跟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戏不一样 因为你要端视于他的 裸露跟激情的尺度到哪里 但是我知道他们有说 那个傅CP 他们拍的床戏的时候 是只有导演跟摄影师 两个人在场而已 应该是因为他们那一场 太激烈了吧 对 太激烈了 所以所有的人都没看到 只能够导演跟摄影师进去 而且该拖都拖光光啊 好像泳池好像也是全部清场 可是我想说也不需要清场啊 因为对面的大楼都看得到 对 拍的时候为什么不cue我们啊 我们要拿望远镜去看啊 泳池那一段也是全部都清场 那对面的大楼可以拿望远镜 对啊 通知一下好不好 泳池那一场很可爱 就是其实他们剧本里面 并没有泳池这一场的 是P-Bone导演在 因为他们直接借了一部 那个瑰丽大酒店来拍摄这部 这部剧嘛 所以他们在经过那个泳池边的时候 就说诶 这个场景不错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一段 物尽其用 对 P-Bone导演就直接就说 好 就加一段就在泳池的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我们谢谢P-Bone导演 因为其实那一个 我觉得他还出动了空拍机 对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有床系 要用空拍机来拍 真的很 真的太那个 有钱就是人心 对啊 而且这一幕有出现在预告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预告里面 就已经有这一幕 让大家完全就是 抓起了大家的期待 真的很好看 可是我有一度会一直担心 那个Poche掉下去 因为太高了 对 他不是在那个泳池边 然后手还撑着吗 我想说 你等一下那个King 如果一个用力 他就搬过去了 没有 因为他的那个角度 会看起来让你看起来 像是那种 无边际的那种泳池 我们为他的安慰感到单位 没有 爱情是需要用那个危险 来那个让他增温的 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像 有一种那种危险性刺激 就跟BDSM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样说起来 这部世界的口味 真的是蛮 蛮重的 都蛮重的 可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看过很多小清新啊 或是一些校园啊 偶尔来一点刺激也不错 这一部真的是格局拉很大 真的我觉得蛮喜欢 但是我们虽然讲那么多优点啊 其实我里面有好多吐槽点啊 像我就觉得三个少爷的BUB 那个长相不太一样 他们是不是不同妈妈 不管是主家和分家都长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分家好一点 他至少都好像有 因为他只有两兄弟啊 对还都东方人的脸 可是为什么你主家 大少爷就是像华人 然后二少爷 不是不是 就是就是你 你会觉得有一个还混血 对 然后你就觉得三个人长得那个 可能他爸娶了很多老婆 我觉得应该是吧 乱讲 开始乱讲 就是很有趣啊 对啊 然后就是再来就是 我每一次看到他们在剧中啊 有酒驾跟没有戴安全帽这件事情 我都好替他们担心 是我问题吗 因为我太遵守这样 我就一度在想说 泰国戴骑车是不需要戴安全帽的吗 好像要耶 因为我之前有去过清迈 他就是一定要戴安全帽 不然一定会被取缔 我有被取缔过耶 蛤 你在清迈骑摩托车吗 被取缔没有戴安全帽 对 然后结果我就塞 可是这个可以讲吗 因为没有泰国人会听吧 所以还好 我就塞了两百块给警察 他就放我走了 我忘记带了 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我 你刚刚问了我这个问题 才想起来说 我还是会被抓的 所以只是就是说 剧中他没有戴安全帽 还有Posh是酒驾 就是他喝了酒 对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我好好担心哦 但后来想想 因为他们毕竟是黑道的设定 好像也不可能真的很遵守规矩 对不对 只是他们可能要下一个标 对 我在看剧的时候 我都完全没有想到这些耶 有 我有想到 因为我就觉得 太明显了 因为我觉得这部剧 根本从头到尾 没有出现过一个警察 真的 就是最大的bug 警察完全没有出现 no function 所以其实 你刚刚解释也是对的 因为他就是黑道 他从事的都是不法的 对啊 怎么可能乖乖遵守交通规则啊 对啊 所以其实你这样解释 也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他都18禁了 怎么演都可以啊 对啊 所以 好了 但是没有出现警察 是比较离谱啦 所有犯法的事情都做尽了 感觉这部就是那种 黑色正义有没有 对不对 他们就是正义 对就是黑色正义啊 他们就是法律啦 对 他们少爷爱杀谁就杀谁 真的很随意 而且还有就是 最后一集的时候 就是 三少要去把波册带走的时候 手上一 就在达腕 是不是达腕啊 达腕那一集 然后达腕不是拿了一个刀吗 然后对着Porsche 然后结果Porsche就跟那个三少讲说 你先带波册走 可是 三少手上有一把枪 我的时候想说天啊 三少你不会把枪 你就先 给他一枪 就不用让Porsche去对他啦 所以这次 我太理智了嘛 就这部戏 真的是 算优点很多 但也不否认 真的有些 地方是蛮值得吐槽 比如说像 那个少爷 King少爷 外出的时候 就有一集 竟然一个保镖都没有戴 然后Porsche还以为 他是要出去乱搞 然后还在那边监听 那我想说 哪有一个黑道少爷出去 没有带保镖的啦 那我就觉得 怎么想都觉得挺离谱的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King有时候 他的身手就真的没有很好 因为第一次Porsche 他遇到一个女生 在厕所堵他的时候 我想说 一个少爷 你的身手竟然输给一个女生 不过那个女生是专业杀手 所以就是 可以理解为什么 他跟少爷打的不分选址 因为他那个杀手 是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十二集没带 应该是少爷 其实他对自己的武术 非常有信心吧 可是他要去 可是他要被绑去森林的时候 也是就一人单身 对啊 他要跑去找Porsche 然后就被绑架了 还有名其妙啊 还有Peter 一直都会被那个Vegas发现啊 对啊 没有这个 这个是要值得吐槽 这个是值得吐槽 我觉得最值得吐槽 绝对他是 就是他不是被 被派去 就是要去查探那个Vegas的房间吗 那他查着查着 查完之后 他就直接在房间外面 传简讯 报讯息 我就想说 你身为一个首席保镖 你难道不知道 要跑到安全的地区 再传讯息吗 所以就立刻被Vegas 抓个正早啊 所以就是一连串的 一直被抓 对啊 还要去礼佛 一起参与 对啊 难怪会后面都被抓啊 我觉得他是 其实是蛮想要跟Vegas 相处在一起 只是他 他是想要被抓吧 对不对 我也觉得 我觉得这部剧 有时候是为了推进剧情 所以就有一些细节bug 他就忽略不离了 所以你要是 太过于理智去看的话 你就觉得 怎么这边 就是有一些小bug 其实老实说 我真的吐槽 是爱的吐槽 因为其实 我相信 以这部戏 这么多细节 这种东西 有时候真的 你也可以 你为了推进剧情 所以你就这些 甚至你可以 刚刚我讲说 拿刀子那件事情 他可能想说 我就现在不管 我push 我就是想要叫你走 你不用管枪 那个刀子 我可以解决 所以他可能就是 想要让他的弟弟 可以赶快离开这个现场 我也可以这样解释 只是我第一个反应 是认为说 你可以开枪的 他可能觉得 自己的武功高过塔万吧 但是就是可以 而且全剧里面 只有塔万有 有那个防弹衣 他所有的人 都没有防弹衣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Vegas比较有钱 而且重点是 也只给他一个啊 因为到最后 家族大战的时候 两边的人都 都没有人有防弹衣耶 就很有趣 可能是塔万自己买的 对 可能是他自己买的 自备防弹衣 而且你说 演保时捷的 Porsche的那个筒心 是左撇子 对 他最后一集 他就是 Porsche在回想自己的童年 那有一幕是 他跟妈妈在凉亭画画 那个童心竟然是 左撇子耶 然后我就想说 你找一个右撇子 童心有多难 那个是你发现的 可是我如果 我硬要来解释 我可以说 因为其实很多左撇子 是左右可以开工的 可是 可是 那如果是左右开工 好 我先承认 我本人就是左右开工 所以我在某个环节 我确实是 左右手通通都可以用 可是Porsche 你看他拿枪 使用刀叉 他通通都是右撇子 那应该是因为 你是左撇子 所以你很注意 所以我对这个就很敏感 但是你讲的也对 因为其实真的 因为我是没注意到 我也没注意到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据你要严谨一点 是真的应该要找一个右撇子 对啊 因为比如说像 你看像我们知道 Vegas跟Pete 都是左撇子 所以他们持枪 通通都是左手 所以左右撇子 可能都 当然就是因为我是左撇子 所以我对这个就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一看到那个童心 是拿左手画画 我就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有了一下 这个其实都 算是小bug 小bug 也可以解释 发现的人应该是不多 不过欢迎大家回去 就是看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就是吐槽一下 抓一点小bug 也是蛮有趣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也增加了一些 那个剧的 对 而且我还有一个 我想讲 就是最后一个枪战 然后Vegas 拿枪在那边扫射 然后我就想说 你就不怕你打到Pete吗 对 我也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啊 极致荒谬 而且重点是 Pete也只有在那一幕 就是护送那个Kim出去 然后Kim 就是被保时捷 接到之后 诶 Pete就不见了 你不是守戏保镖 你不是应该保护少爷 你是跑去吃泡面的 是吗 没有 因为导演 他的那个 我的摄影机 没有办法 瞄准这么多人 没有 我单纯觉得 Pete就是饿了 去吃泡面 再来就是 我觉得兄弟的名字 也太像了吧 我觉得我发音好难 就Kim跟Kim 因为我们可能 不是这种发音的 Pete跟Pete 对啊 对外国人的我 真的好困扰哦 所以我都不知道 我要怎么发才好 没关系 我们讲中文 而且我还真的必须 要吐槽一个点 你们应该有发现 就是Vegas的重机 后座载的 永远不是自家的CP 都是鬼船 都是鬼船 都在Pete 然后我就看到 就是每次他后座 在都不是自家CP的时候 我想说 你这个没有追齐火葬场 真的是说不过去 后面会有 这国人就是有 追齐火葬场 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 很多名场面啊 或是说 我们的内容 没有讲到 Vegas跟Pete 原因是因为 我们决定 因为我们想决定 把这两个人的故事 然后留到我们的下一集 因为这两个的主角 他们的剧情啊 其实是蛮适合了解的 因为他们很 攸关一些心理上面的东西 还有什么 童年的回忆啊 那些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讲 会影响到 整个我们刚刚介绍的 这些东西 对啊 各位可能刚刚一路听来 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几个 都有点刻意的避开 去谈Vegas跟Pete 这一条线 不是我们不爱他们 而是因为我们 太爱他们了 所以我们需要 单独开一集来讲 对 所以我们下一集 我们就是直接讲他们咯 然后再继续 我们要来讲一下 请Mika帮我们介绍一下 她后期 还有一些什么营业啊 还是宣传活动 她是不是在 7月25号 26号 从曼谷开始有一个 World Tour世界 巡回演唱 好想参加哦 她是有线上跟线下吗 我写错了 其实应该是24号跟25号 哦 7月24号 但是因为25号是 有那个线上观赏的 可以在线上直接 算是直播吧 连线他们的 现场的演唱会 所以他们就是 25号可以线上看 然后26号之后 可以重播 就是你可以买那个 线上观赏的 重播的那个票 然后你就可以一路看到 8月2号 那她听说有九国语言 对 她的字幕有九国语言的字幕 他们真的好专业哦 他们等于是 就是以这16位演员为主 然后就是开了 就是大概人数 快要1万人的场地的 两场小巨蛋等级的演唱会 然后他们为了这个演唱会 他们集中合数10天 就住在一起 然后一起练习 当然是为了避免 因为疫情 就是怕在外面 会容易传染疫情 所以他们就合数 那合数呢 当然一定是两个人一间咯 所以我们就很期望 之后会不会有出 公司会不会出Vlog 我好想看哦 我已经开始在幻想 他们合数的画面了 对啊 应该会是同一张床 还是分开的床 很好奇 根据他们露出来的画面 应该是两张单人床 没关系啊 在同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对啊 而且门关起来 你之后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脑补 把画面放出来最重要 而且他们16个演员 竟然全部都签约 这一个公司 对 他们就是 这间新的公司 叫Beon Cloud公司 然后他的老板 就是导演PB 然后他们 一开始是先把15位演员 全部都签下来 是他们公司 然后三少是华纳公司 但是他前几天又公布说 他们也把那个三少签下来 他好像是签演戏剧上面的 对戏剧合约 音乐还是在华纳 但是戏剧约是 也是签到那个Beon Cloud公司 所以我觉得 当这个公司 把所有的演员 都签下来之后 我觉得很大程度的 就保证了 他们后续的宣传 还有第二季的拍摄 因为就是合约上 就不会有问题 16位演员里面 有两个已经死掉了 对啊 不知道怎么安排 他们两个 复活 很帅的两个 阿宾跟Ken 到底怎么办呢 对啊 拭目以待 或是当后面的人型保镖 或者是有双胞胎 要来为哥哥复仇 我觉得以导演 这么多线 可来讲 他应该有办法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那其实他中间 最近有一些风风雨雨 因为我们对VB 人红是非多 Vegas跟Pit 都真的蛮喜欢的 可是好像Pit 有遇到了一些 他私生活上面 遇到的困难 八年前的一些 网路留言 然后就是引起 就是被 现在的粉丝拿出来 就是放大监视啦 所以他现在是 自述生活 就是他所有的宣传活动 都没有办法参加 好像是倒数两集的时候 开始了 对不对 好可惜哦 长期时间我有点忘记了 现在是他的自述期间 他就是不出现在社交 蛮可惜的 因为VP线 就是都集中在后面 对啊 就在最后的 然后他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出事了 对 但感人的是 好兄弟都力挺啦 他的CP 他有写了道歉文啦 就是有对这件事情 就是道歉 然后外加自述 然后反正公司 还是一样力挺 他就是会给他机会 让他改过 然后之后 等到这次的 演唱会 他就会再出来了 好吧 我们期待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 没有看到他 好难过哦 对啊 就还蛮想要知道 他对后面几集 有没有什么 可以分享的东西 但就偏偏遇到 他的自述期 但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是过去的 一些新闻事件 我觉得我们就 不做立场上的评论了 对 但我觉得比较 值得开心的是 就是在这种 比较敏感的时刻 他的好兄弟 就是他的CP 还是出面力挺 那我觉得 公司这样 我就觉得挺感人的 而且公司也是力挺的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角度 就是你要站好 然后这个演员 不要因为他这些 就是风风雨雨 然后抹杀了他一些 其他的表现 而且以前的观点 不代表现在的观点 人是会成长 而且八年前的观点 我们自己闷心自问 我觉得我八年前的想法 可能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我爸妈 可能八年前都不赞成 同性婚姻 但是他现在赞成了 现在赞成不就好了吗 对啊 干嘛要去管他过去不赞成的这件事情 对 而且剧好看 然后演员认真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希望说 大家还是 就是好好专心看剧 没错 然后对于那一些 我觉得大家就 当成八卦 听听就好啦 对啊 那我们就 很期待有第二季了 对 然后我真的可以 大家 我们找个时间一起来看一下 线上演唱会吧 我觉得第二季 大家现在都在揣测 到底要怎么演 那我们刚刚有讨论说 那他的新的床戏要怎么 而且第二季 应该还是会有新的嬉皮 就是 KING的好朋友啊 他们那两队都没有什么戏份 对不对 对 但感觉他们是有故事的 有 因为他那个金发 我不知道叫什么 你都忘记了 他不是有讲说 你们两个是相爱的吗 他说很羡慕 他每次看到 KING这么相爱 他就觉得 哇看到你们这么相爱 就觉得很高兴 感觉很优 有点优雄的感觉 然后好像他自己 不是这样子的 说好像有故事 所以应该也是 所以在第二季 应该还是会发展 他们这对的感觉 我是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看过 英国有一部剧 叫伯杰顿家族 他有点类似 就是公爵与我 他三个兄弟 还是四个兄弟 他们每一季 都是一个故事 那也许黑道少爷 爱上我 也可以走这路线 因为我觉得 他们太多故事 可以讲了 而且他们还有 很多未解之谜 对 江先生啊 他的母亲啊 他的妈妈 也是一个bug吧 妈妈都没有老到耶 吃了防腐气 保养得非常好 好想问一下 他是不是有一个化妆品 可以来代言一下 还是怎样的 真的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我觉得 那边就是留一个 很大的伏笔啊 那个伏笔 其实蛮吸引我的 我很想要知道 因为其实他 很多黑道的剧本 一直反转 尤其是第十四集 一直反转 对 十四集看得我好累哦 可是他真的塞太多东西 十四集有点太多 但是 我觉得他的反转 是我想看的 因为我们觉得 最大魔王应该就是 他爸爸了吧 King的爸爸 江先生 所以 我很想要看第二季 到底要怎么处理他 我也在想耶 而且我一直在想说 那第二季会演那个Vegas 想办法要夺回自己 那个分家的那个身份吗 好多可以想 很好奇编剧会怎么编 而且他现在有得力助手 就是Pete啊 对不对 对 手持一保镖到他那边去了耶 感觉那可看性会更高一点 好多可以想的 对 很多可以讲的 然后我觉得三少爷的线 应该也要再交代的更清楚 不然 我们在看第一季的时候 都觉得一头雾水 他就是会觉得 三少爷真的有很爱 那个吗 波测吗 对 我也是在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啊 我觉得看起来 没有那么爱 对 可是在关键时刻 他又都会想办法要救出波测 那就觉得比如说仓库啊 或是他去那个夜店 本来快要吃药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他其实就是很在乎他 可是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冷淡呢 波测好可怜哦 对啊 就是他水汪汪的大眼睛 在那边哭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不要哭 姐姐帮你擦眼泪 第一集大概完 没有一个ending的 就是三少爷 对 唯一没有结束的 唯一没有结束 而且连见面都没见面 对 最后一集连见都没见到耶 真的 如果是三少爷粉丝 应该会觉得 垂胸肚腐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这队最惨了吧 连面都没见到就结束了 真的 所以VP粉丝 不要再觉得自己的VP很惨 有更惨在那边 而且三少故事 感觉好像更多 因为三少实在是有太多 我觉得很聪明的地方 因为他一直在追查这个案件 对 他应该是三兄弟里面 最聪明的吧 因为我一直觉得 他很多的想法 是心思缜密的程度 可能比King少爷还好 而且他就是脱离家里啦 对 所以他应该也有 所谓的故事线 可以再好好发展 他比较不会被绑手绑交 不会被那种家族的压力 结果变成歌手的是他 而不是King 对耶 所以King少爷应该很羡慕他呀 对 就是梦想变成弟弟来实现了 好啊 其实这部戏真的好多可以谈 如果真的要把他聊完 我们可能要讲 九个小时八个小时 我们可能聊不完吧 对啊 因为他整个十四集 然后每集都有一个小时 应该是我们过去所录的 三四倍五六倍以上吧 而且他有 过去的没有录过这么长的那个 爱奇艺也好多的花絮 还有他们的reaction 甚至是制作单位的一些讲解 我觉得很多 他好像有一集那个是在探讨LGBT的东西 对 我觉得他的那个幕后花絮都还蛮丰富的 很有 很用心啊 嗯嗯嗯嗯 那我们就 大家其实真的可以去好好的看 然后支持正版 然后也只有在爱奇艺上面可以看到卫山剪版嘛 对啊 所以请大家都支持 那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那个觉得导演没有拍到的性爱画面 可以留言在我们下方 诶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传达给导演啊 我只是好奇 还有什么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 对 有没有什么还没有想到的招式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Apple Podcast 有那个五星评论啊 就麻烦你们给我们一点点鼓励 因为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原动力 那再来就是Spotify也有评分机制 也就麻烦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真的讲得很不错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五颗星 嗯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 那下一集我们会直接就讲Vegas跟Peter的 大家敬请期待 对 你大家敬请期待咯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大家再见咯 再见 拜拜 拜拜